林思宇演書女《宇宙大槍》 直播懷念終極系列 我也想辦案 我是說 我也想要做偵探 互唱互隨啊 宇宙林思宇出演憤怒的菩薩 她挑戰二次大戰後 雷迪的造型 捲捲瀏海 然後就是這邊也是有點內捲那種 內捲的 然後就是很多髮飾 然後洋裝就是也是會粉色系那種 然後導演就看了就 都怪怪 然後就去換 你去試褲子那種類型的 後面姐姐是 就我們要去辦案 然後我都差點要畫那個符子上去 她好像在動動就這樣 之類的就很像 我好好 她有試這種的 我要一直卸妝在上方 卸妝在上方 除了那邊其實 臉皮要剝皮 導演最後還是 謝謝 除了造型還要挑戰台語 而且這種台語又跟我們原本的 就是我們現代在講台語就不一樣 要講胡蘿蔔 然後我完全不會講 然後就說胡蘿蔔 所以你看這個胡蘿蔔 哎呀是說她的戲錄越來越廣 就五年下來 對那個劇本上的認知 就比較廣言 然後回去看我中心有多尷尬的啊 你看 我覺得中心就是一堂課 就還是很蠻想要回去拍中心的感覺 真的假的 就很想要在那種綠Key 在那邊就是發音了 然後被擊中 然後拿到東西 砍人那種感覺 而且戲劇表現得太好 都快忘了她還是AMD的團長 所以現在還是就是一個 很團長的身分 好像脫離不了的感覺 就是 好像會不時的就是 還是會問一下 就是沒有見到的大家在幹嘛這樣 完全沒有聊女團一起 對啊 其實會找到女團 對啊 還是會 對 有大家可能看到合體嗎 合體嗎 可是我們現在等Sany回來 對啊 那我已經加入第一團好嗎 我就想說 Sany回來還會跟我們嗎 我們會不會選實力選輸超大 因為她是 她一定是一直有在練跟唱的 然後我們這種 比較有點轉載年輕主持 我想我們再跟你合體一起跳的話 可能 類似Key先給你 只要我們PO 然後一些私底下去看電 或是喝下午茶的照片 下面就是敲碗合體 然後敲碗好久不見什麼的 還是會蠻感動 就是他們很不離不棄 還記得我們都在這樣子